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是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中央帝国呢,指的就是古代中国 古代中国的演化呢,有两样东西很关键 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军事 和平时期呢,税收是影响社会演化的重要力量 有了税收,中央帝国才能维持统一秩序 而到混乱的时候,决定社会演化的核心要素就成为军事 因为军事可以重建社会秩序,重新分配资源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战乱的时候 社会秩序的主导因素,军事 提到军事,就不得不讲战略 战略,顾名思义,就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 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一句话,叫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这句话呢,有两个意思 首先,天时地利人和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其次呢,人和是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纯技术角度分析战争的话 真的是这样吗? 先说什么是人和 人和包含很多含义 比如士气 有一个成语叫一鼓作气 就是说通过鼓舞士气可以提升士兵的战斗力 但后半句是什么呢?再而衰,三而结 你看,士气是不稳定的 是经不住折腾的 你没有办法把士气当成制定战略的稳定要素来考量 当然,人和也可以解释为民心所向 但魏征也说过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也就是说,制定军事战略的时候 把民心所向当作一种技术要素考虑 也是不合适的 那我们再看看天时 天时呢,指的是作战时机 比如,天气条件就是一种天时 但是天气情况就连现在的天气预报有时都报不准 所以,气候这种稍纵即适的变量 在制定长期战略的时候也不能过分依赖 那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应该依据什么制定呢? 著名历史畅销书作家郭建龙老师 在这本《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 地理可能并不是影响战争的决定要素 但它是讨论战争问题的基础 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正是地理 相比较于天时和人和 地理是个长久不变的因素 比如秦岭 在二叠纪时期 也就是恐龙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基本成型了 还有长江 从汉代起两千多年来 河道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 所以呢 如果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考虑 制定军事战略 地理一定是底层要素 古代中国的军事战略史 就是一部先人对地理认识运用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 那地理在军事战略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简单来说 军事战略的影响要素 主要包括战略要地 经济资源 文化差异 这三者呢 都是依托地理体现的 在这三种要素的作用下 古代中国的军事活动会呈现两个维度的扩张 经济牵引下的东西向扩张 还有文明冲突中的南北向扩张 最终呢 古代中国的军事战略水平和地理空间探索能力 在清朝达到了顶峰 第一部分我们先看一下 地理这个密码具体是怎么影响古代中国军事战略的 地理影响军事战略的第一方面是战略要点 李白的《蜀道南》中有一个名句 间隔争容而摧违 亦夫当官万夫莫开 意思是四川东北的建门关山市又高又险 一个人把着关口上万人也打不进来 由于古代没有空中力量 在军事对抗中像建门关这样的战略要地 就成为兵家的比正之地 占据某个战略要地往往会对整个战争的格局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拿楚汉战争来举个例子 重新看一下为什么刘邦能那么快取得成功 项羽分封诸王到刘邦出击只隔了四个月 从刘邦出击展开同一大业到首次攻克项羽的都城只用了八个月 以前呢我们提到刘邦的成功和项羽的失败有很多解释 比如说刘邦比项羽达24岁 老谋深算善于拉帮结派 项羽呢年轻气盛 不懂得处理各派利益的关系最终落败了 如果我们试着聚焦在战略要地这一点 你就会发现刘邦的成功在于他拿下一个战略要地 关中 关中在今天的陕西中部是个比较低平的河谷冲击平原 北部是黄土高原 南部呢是冲山峻岭 要想进入关中啊 东西南北只有四个关口 所以得名关中 关中的统治者如果掌握着各个关口 那关中呢就会固若金汤 一旦关中失手 敌人就能直倒黄龙 在历史上呢 关中长期扮演着战争胜负手的角色 号称得关中者得天下 项羽是战神 但刘邦在战略方面却更胜一筹 当初进入咸阳 别人在抢财宝 刘邦手下的萧和呢 首先想到的是将天下突击搜走 目的呢就是为了掌握山川形势 天下地理 还有关爱要塞 刘邦的封地不在关中核心区 但紧名着关中 所以刘邦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也就是说呢 刘邦军队通过修建战道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同时发兵绕道向陈仓进发 陈仓呢 就是今天陕西省的宝基市 这儿有个重要的关口叫大散关 这是进入关中四个关口中西边的那个 突破了四关之一 刘邦就趁着对方不备 迅速地击败了关中的三位诸侯王 夺取了整个关中 前面说过 关中是四关之中的意思 拿下这儿呢 别的地方就很难打进来 刘邦因此迅速强大起来 自己可以随时出击 而没有太大的后顾之忧 请注意 没有后顾之忧 这一点非常重要 后来 刘邦和项羽正面交锋中 刘邦总是落败的一方 但刘邦就算是不断地失败 却仍然像不倒翁一样 频频受力 却不会倒下 刘邦反而凭借着关中这个战略要地 不断地出击骚扰 损耗了项羽的实力 后来呢 项羽和刘邦握手言和 以鸿沟为界修战 我们会认为 这时的刘邦 终于和项羽打成了平手 但这恰恰说明 项羽已经彻底失败了 翻开地图 鸿沟正好处在 中原地区的战略分界线 鸿沟以西是山区 一手难攻 鸿沟以东呢 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 无险可守 项羽接受这样的条约 本想通过信义压宝 换取双方 相安无事 但双方的战略态势 本来就是不平衡的 占据战略优势的刘邦 肯定要把东方吞掉 所以呢 等项羽一撤军 刘邦就立刻组织大军 发起了总攻 彻底击败了项羽 其实啊 只是拥有战略要地 还不够 我们知道 任何战争打到最后 比的都是资源保障 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 地理影响军事战略的 另一个表现 经济资源 说到经济区 我们首先会想到 华北 东北 长江 中下游 各大平原区 这些地方呢 都是有名的粮仓 但在古代中国的军事史上 有一个地方 被称为天下的砝码 属地 也就是四川 现在来回顾一段 战国时期 不太为人关注 但特别重要的历史 商鞅变法后 秦国逐渐强大 开始向东扩张 但在商鞅变法后的 下一任国军 秦惠文王时期 秦国东扩的脚步 突然停下来 当时秦国气势正盛 惠文王身边 有一个口齿伶俐的谋臣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纵横家张仪 他提出 要乘胜向东进发 秦国的东边家门口 有两个国家 韩国和魏国 这两个国家 领土面积最小 军事实力最弱 但位置呢 相当重要 韩国拥有今天的 河南西部 南部的丘陵 还有山西南部的山谷 而魏国呢 拥有今天 山西西南部的河谷盆地 这些地方 在当时来说 都是战略要地 是秦国向东的门户 拿下来呢 向东扩张 将畅通无阻 但最后呢 秦惠文王 却选择攻打南边的 八国和蜀国 八蜀这个词 我们倒是经常用 但是这两个地方 到底在哪呢 八国 大致相当于 今天的重庆 蜀国呢 在今天四川成都一带 我们在讲 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 很少提到这儿 因为呢 这儿长期与世隔绝 文明开化程度 在春秋战国时期 也比较低 而且啊 秦国和八蜀之间 横跟着八山和秦岭 秦惠文王 为什么放着战略要地 韩卫不打 要罚八蜀呢 就拿蜀国来说 蜀国虽然封闭 但很富裕 文知道 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 被称为天府之国 变法后的秦国 虽然日渐强盛 但土地仍然不够多 兵力仍然不够强 国家财富呢 仍然不够充裕 进攻六国 并没有十足的胜算 恰好 这个时候 蜀国正发生内乱 拿下蜀国 就可以利用蜀地的财富 进行备战 我们在以前经常说 秦国经过变法 可以与山东六国抗衡 但其实呢 占据四川 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 也是重要原因 到这儿 严格说 我们谈到的军事战略 还只是中原内部 中央帝国 显然不只有农耕为主的中原区 所以 除了战略要地和经济资源 地域间的文化差异 同样也是影响中国古代军事战略的要素 我们知道 蒙古人很能打 少量的蒙古人 曾经征服欧亚世界 但是 军事行动 特别是远征行动 是一种资源损耗极大 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 所以呢 中原军队作战的时候 往往会采用 一路主攻 其余洋装行动的做法 集中力量 对付敌军最薄弱的环节 但蒙古人在作战的时候 很奇怪 他们总是各路大军 齐头并进 显得好像没什么章法 也不太顾虑后勤的事情 什么原因呢 这其实和蒙古人的日常生活 社会组织有关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 以打猎为生 他们在草原上 围捕大型猎物的时候呢 就需要多方的配合 蒙古人这时 会分成几个小队 从四面八方包围猎物 这时呢 任何一方都有机会 任何一方都是主力 所以 他们之间的竞争成分 甚至超过了配合的成分 这是农耕区的中原 不会出现的 那换作在打仗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 蒙古人 凭借自身强大的机动性 几路大军并进 每一路呢 都配备实力雄厚的大将 他们之间彼此竞争 一旦谁先获得突破 谁就升级为主攻方 其他路的军队 会以这支队伍为核心 冲向敌人 这种做法 在蒙古西征过程中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蒙古和南宋的战争中 蒙古人最初 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 三路并进 进攻南宋 这三路呢 也是宋元时期 沟通中国南北的三条重要通道 从西向东 第一条是今天陕西西安到四川一线 魏国灭蜀选择的就是这条路 第二条呢 是今天河南南阳到湖北襄阳 汉光武帝刘秀起兵 还有三国时期的荆州争夺站 都和这有关 第三呢 是淮河平原交通网 当初的宋经战争 主要就是在这儿展开的 但是啊 南宋的疆域太庞大 地形过于复杂 超出了蒙古之前吞并的任何国家 蒙古人在这三条路线上 都遭遇了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 善于快速作战的蒙古人 被迫进入汉人的作战模式 从机动战 变成了围绕一城一尺的攻坚战 蒙古人被耗在中原广大的土地上 那么蒙古人这时要放弃传统的包抄战略吗 并没有 蒙古人做的是扩大迂回的范围 在原来的基础上开辟一条新战线 蒙古人为了重新获得机动性 从今天甘肃出发 打算经过四川进入云南 再以云南为基础 从南方包抄打击南宋的重庆与湖北地区 实现上万里的大迂回 当然 由于大汉蒙哥的叙事 蒙古人不得不遵循传统 回到草原选举新的首领 这项战略功败垂成 因此 南宋又延续了二十年 一次最具想象力的军事行动 竟然因为一个人的死亡 而以失败告终 不得不说 这就是战争的魅力 但蒙古人的这次行动 并不是毫无成果 我们看看 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贡献 首先 云南地区 在蒙古人到来之前 与中国的关系是弱吉弱离的 但从此以后 云南正式进入了中央帝国的版图 其次 在这次进军六百八十多年后 一支衣衫蓝绿的部队 几乎沿着蒙古人的进攻路线 反向行进 这条道路再次承载起 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使命 这支部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 上一部分 我们分别介绍了战略要点 经济资源和文化差异 这三个要素是怎么影响战略 但实际的战略 是多个要素叠加考量的 不同时期的战略的主导要素 也是不同的 下面 我们就从时间维度看 在这三个要素的影响下 中国古代的战略 会呈现什么样的动态变化 当然了 我们不会平扑直续 古代中国的战略发展史 而是聚焦在一个切入口 管中窥豹 这个切入口就是古代中国的都城变迁问题 在古代中国 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核心所在 最能体现统治者的战略考量 你是否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都城 有一个明显的变迁路线 它以宋代为分水里 宋代以前从西向东横向扩张 宋代以后是纵向扩张 周、秦、汉、隋唐的都城主要在关中 五代北宋时期 都城东移到了洛阳 甚至是更靠东的开封 洛阳的地形不如关中那么好 但好歹呢 东西南北都有山脉或者黄河环绕 但开封一马平川 无险可守 北宋末年 金军趁着冬天黄河结冰 两次濒临开封城 都城可是国家的政治中心 五代和北宋的统治者 为什么要把它设在不安全的地方呢 我们会看到 随着中国古人活动范围的扩大 经济资源要素的重要程度 在逐渐的超越战略要地这个要素 在秦统一六国以前 中央帝国还没有真正的形成 由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发程度有限 国家统治者只要把握好发展程度 和安全程度最高的关中 就能控制全国 但随着人类活动范围扩大 以及其他地区的开发 只靠关中就不够了 还需要加个更大的粮仓作为资源补给 靠近关中的四川 因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中再加四川这种模式 长期是夺取天下的惯用打法 秦国统一六国是这样 汉高祖刘邦 唐高祖李渊的路数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 从周代开始 国家的统治中心都在关中 不过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长江淮河地区被开发起来了 这儿呢 不仅平原面积广阔 而且水热条件充足 粮食产量高 这是关中和四川加起来都没法比的 国家统治者 只是掌握着关中和四川那点东西 没法有效控制全国 关中加四川模式 遭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 为什么诸葛亮的龙中队那么有名呢 就是因为它迭代了古人的地理认知 以前啊 人们普遍认为 只有从关中和中原出发 才能获得天下 但诸葛亮呢 将南方地理纳入了战略考量 他提出 立足于西南的属地和中南的荆州 也有北上夺取天下的可能 不只是诸葛亮 东吴的张宏也提出了东吴版的龙中队 我们把它叫做江东战略 江东就是长江下游南岸 以南京为中心一带 这儿是东吴的基本盘 张宏认为 占领了江东 再顺长江而上 攻入四川 就足以和中原抗衡 虽然蜀国和吴国 各自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对抗北方 但长江沿线的崛起 确实是个不可阻挡的势头 特别是三国两进之后 中国北方进入了漫长的动荡期 大量人口的南迁 更加速了南方的发展 东南地区的经济实力 在逐渐的超过北方 到隋唐时期 只靠传统的 关中加四川模式统治全国 就显得更加的吃力 我们顺着这个思路 来想两个经典问题 为什么隋朝要耗尽名利 修建大运河 还有为什么唐朝要设置节度史 这其实也是当时统治者的一种战略决策 背后的动因还是经济资源 首先隋唐作为大帝国 管理庞大的疆域需要更多的财力 其次隋唐时期对外战争不断 特别是对北方突厥 以及朝鲜半岛的高沟黎 庞大的军费也要求有更多的钱 但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 隋唐两朝的政治中心在关中 但经济和税收重心却在江淮 政治经济重心的分离 造成了国家统治的失衡 隋唐统治者不得不拿出一些对策 于是隋朝修建了大运河 大运河的中心是洛阳 这儿一方面距离关中比较近 另一方面交通便利 江淮地区的物资能够比较快地送达 这导致洛阳逐渐取代长安 关中地区进一步衰落 唐朝面临着更大的财政负担 唐高宗就曾经从长安搬到洛阳 武则天时期更是把洛阳改名为神都 干脆在洛阳执政 即使是在国力非常强盛的开元盛世 唐玄宗大部分时间也待在洛阳 但就是这样 面对庞大国土上发生的各种事情 国库里的银子还是不够花 最后呢 唐朝皇帝想了个简单粗暴的办法 把各地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利下放给地方 让地方各自负责 节度是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由于隋唐时期 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撕裂的 统治者没法把两者同时牢牢掌握 那些所谓的解决办法归根到底都是权宜之计 最终给隋唐覆灭埋下了祸根 隋朝灭亡和修建大运河脱不了干系 节度时呢 也是导致唐朝崩溃的重要凶手 那面对政治经济中心撕裂这个问题 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历史给出来的答案是 战略要地让步 经济资源优先 北宋建立后 军人出身的赵匡应 深知战略要地的重要性 但面对国家财政问题 距离经济中心将怀比较远的关中 肯定是不能考虑 所以啊 洛阳是个不错的选择 洛阳四面环山 同时交通便利 但第二任皇帝宋太宗 赵光义认为 维持国家运转 是个更紧迫的问题 与洛阳相比 更靠近江淮的开封 或许更适合作为都城 我们知道 后来北宋就定都开封 但问题是呢 开封无险可守 为了保障国度的安全 国家就必须要养很多的兵 考虑到将领可能会拥兵自重 可能会勾结朝臣 图谋不轨 所以啊 还得养足够多的大臣 分头掌握 统兵权 调兵权 行政权 监察权 等等 所以呢 宋代就出现了 冗兵 冗官 冗废的状况 最终又变成了新一轮的财政负担 这样的话呢 首都就更要留在曹运便利的开封 这相当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也就是说 政治和经济重心的分裂问题 并没有在宋代得到很好的解答 还没等中原王朝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蒙古人来了 中原政权被油木民族颠覆 都城的悬置问题成为胜利者 才有资格思考的问题 蒙古人的到来 可不只是改朝换代的事情 它意味着 古代中国的战略考量 有一个不浅的要素 突然被放大了 这就是文化差异 回看历史 北宋以后 古代中国历代王朝的都城 开始纵向发展 影响因素呢 无非还是那两个 自己的国土上 哪个地方最便于调度全国 最容易收取赋税 比如 经朝的国土在中国北方 都城呢 也就在北方 这不用说 而南宋呢 只剩下半壁江山 都城就索性设在了最繁华的杭州 明朝最初的都城在南京 这儿和杭州一样 也处于繁华的江淮地区 后来呢 朱棣由于政变而另起炉灶 他提出天子守国门的口号 在北京建都 这些呢 其实都是比较好理解的 但元朝和清朝 这两个拥有庞大疆域的国家 它的首都 为什么会选在北京呢 看地图 我们就会发现 北京 它既不是帝国的地理中央 也没有担任国都的悠久历史 如果说定都北京 只是为了离家境 那为什么不直接把都城 设在蒙古高原 或者东北地区呢 那儿显然更安全啊 定都北京 这其实意味着文化差异 作为一种战略要素 它的重要性 越居首位 元朝和清朝时期的中国 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帝国 在当时的地理经济科技条件下 帝国版图已经拓展到了最大的边界 那国家的中心应该设在哪呢 我们还是用前面的三个要素比较一下 首先战略要定 以前重视战略要定主要是出于自保 但元朝和清朝这样的庞然大物 在周边根本找不到对手 同时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发展 地方也很难出现足够强大的势力 能够和朝廷分庭抗礼 所以这个时候 以安全为诉求的战略要定这一点 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 第二个要素 经济资源 掌握庞大的帝国 当然需要足够多的经济资源 但元清时期 全国的曹运系统已经很发达了 不仅有大运河可以把江淮地区的财富 源源不断送向北方 而且元朝还大力发展海上曹运 财富也可以贴着海岸线从南运到北 所以经济资源这一点也不需要过分担忧 这个时候 第三个因素 文化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拿统治两百多年的清朝为例 清朝统治下的古代中国 不只有以汉人为主的中原 还包括满人发家的东北 另外还有北方游牧区 西北地区 西南藏区等等 这些不同地区在大清帝国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比如中原主要负责提供财力 游牧区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西北是战略缓冲区 而藏区的宗教可以维持游牧民族的精神秩序 那么在地理空间中 最能协调各个板块的也就只有北京 回头来看 地理不见得是战争的决定要素 却是讨论战争逻辑的基础 拿着地理这把钥匙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战略是怎么铺展开的 秦汉时区的战略家在统一战争中很少考虑南方 因为当时的南方太微不足道了 到三国时期呢 长江就成为战略重点之一 人们开始向南探索 唐代之后 对于东部的地理探索已经完成 东部的财富远超西部 关中地区虽然还很重要 却再也不是战略地理中心了 近代西方人到来之前 中国的战争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 对陆地地形的把握 只要掌握了中国的山川地理 就可以依据地理条件进行防御或者进攻 第二个呢 是注重战略 却不注重武器 千百年来 中国战争武器的进步比较有限 很难有一方在武器方面突然占据绝对优势 但西方人的到来 打碎了这两个战略 他们从海上发起进攻 并利用尖船力炮快速取胜 对于古代中国而言 这是颠覆性 因为海泉时代到来了 当然了 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